九价累犯急欠罰款不早 行政执行署新北分署意外发现 欠款男子有中乐透2500万 扣掉了税金还有2000万 但男子中奖之后也没有要还欠款 反而失去买房子 最后还是被行政执行署扣到罰款26万 黄色那边回转 我查一下 查一下 查一下正好 违规被拦 远景立刻发现 他骑车脸红红 酒测值0.18 要扣车 王姓男子还拼命求情 但是你这一家一定要靠车 但是人家要去欢迎 这通融一下 这通融的我都这整条 这不是我整条 恶劣酒驾王姓建筑工人是名酒驾累犯 九年前开始不断被抓 一共被抓了五次酒驾 累计罚还18万 另外无照驾驶闯红灯 10个罚单累计4万多 他不缴就是不缴 一开始名价没有财产 根本扣不到 拿他没辙 书记官没放弃 某天发现他中了乐透 2500万扣税之后 还有2000万进账 虽然隔年他立刻买房 还是被行政执行署抓紧时机 连同三件酒驾 判一颗罚金 一共扣了26万 业务跟你联系 什么时候去中国信托对奖 而且对奖的时候 他会帮你用转账的 重大奖领钱入账户 欠款别想逃 不论夺幸运中奖 还是得乖乖 为过去的错付出代价 记者刘司苏松林 新美式报道